清潔凡事大现场 救护车抵达被撞的两名国道清洁人员 紧急送医 车祸地点在国道3号北上168公里外埔路段 上午8点左右一辆黑色自小客车 撞上停在路间的国道工程车 先撞击在后方摆设交尾设施的一男一女 然后再去撞他们的那个交尾的施工车辆 31岁的高姓女清洁人员被发现时压在工程车底下 女性病患到院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头部跟胸阔以及左侧肢体有严重的撞击 那经过一个小时多的抢救依然伤重不治 肇事的自小客车38岁许姓女驾驶全身多处擦伤 她是月子中心护理师疑似因为下大夜班回家途中疲劳驾驶 还是不可怜啊 可怜太累了 另一名被撞的36岁将性清洁人员 硬脑墨下出血 脾脏撕裂伤 在家户病房观察中 慈激之工前往医院 希望提供伤者及家属协助 那伤者的部分 如果说需要后续的关怀 那我们也会接续的关怀 至于事故确切原因 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大爱新闻张国端蔡玉凯台中综合报道